该死路起平时怎么见得猪脑子转这么快 你不会是自己拿去用了吧 难怪这次的皮肤变白了不少 本王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碰女人用的玩意儿 哦 死不承认是吧 那你私下买一堆胭脂干什么 难不成是在外面养了什么小情人 这这这这可不是属下说的啊 这可跟属下无关啊 王妃 属下还忙着收债呢 就先不扰您清静了 王爷 您说好一定会还属下那十两银子 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呃 茶有点凉了 挪逼再去给王妃重新泡一壶 人都走了 可以说实话了吧 好吧 我承认 胭脂 膏药我都拿来自己用了 你别胡作乱想 我怎么可能背着你养外事呢 我是既没胆子也没钱呢 量你也不敢 自己偷偷摸摸的美白还不承认 整天说别人是小白脸 以后不许再偷偷拿药管理的东西了 可你不是嫌我黑吗 我还想着不然直接跟你要几瓶膏药用算了 哎呀 其实黑点也没什么不好的 你不知道在我那个世界 好多人都希望能跟你拥有一样的小白色皮肤 为此还专门天天去沙滩上晒太阳呢 确定不是哄我开心的 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 当然了 我就喜欢皮肤黑一点的 这样才有男人味呢 虽然再白上一点会更好 不过眼下 最重要的是给王爷树立自信 省得他老惦记那些胭脂和膏药 把银钱花在这上 你可不能骗我 骗你的话你是小狗 萧碧城心下飘飘然 也没有注意到云林书的话有什么不对劲 岂如此 那我以后再也不用涂什么膏药了 你喜欢最重要 这才对嘛 那神仙水无把两银子一瓶 你脸那么大 没什么白银下 三哥 三嫂 你今日怎么没去找大桃子治病了 倒是有空上我这来了 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紫桃这几天 总是闭着不愿见我 这可如何是好啊 自打那日木雕再次摔坏之后 紫桃便以身体不适为由 要退迟两天再休 我叮嘱他好生休息 结果第二天来的时候 紫桃还是成病不起 可能木雕修复的进度 却增加了不少 原来紫桃白天称病对我视而不见 来我走后 却偷偷撕下凶木雕 甚至不惜熬夜通宵 他是不是 查觉出来什么来了 早就让你跟他实话实说你偏步 非要搞什么迂回战术 连陆七那傻小子都看出 你对大桃子心怀不悔了 他几会无所察觉 那可怎么办啊 你再不干脆利落点 等陆七攒够了老破本 可就要来求取大桃子了 到时候有你哭的 要不是五弟如此犹豫不决 岂会惹得陆七那小子跑来告状 又几会害得我欠别人十两年 怎么验制的事被当众揭露 一想到这里 萧碧成就气而不打一处来 赶紧把那颗大桃子摘走吧 省得一天到晚进出王府 饶得我夫妻生活不得安静 以为是王母娘娘逛潘桃源呢 想把住来想走就走 陆七 他要求取紫桃 陆七对紫桃一见倾心 自打紫桃进府起 就整日松着松拿 一心想把他克服恐难症 更是准备求取紫桃为妻 袁莫娜 我看你对紫桃的想法也不少 只怕不单是治病那么简单吧 这俗话说得好 猎女怕蝉狼 我看哪 他这些日子跟陆七走得是越来越近了 这指不定哪天 咱早还有事 就先不作陪了